江苏发生一件诡异事情 早上老丈人的骨灰刚被女婿放入墓地 几个小时后 却收到了老丈人来自阴间的来电 接听后将全家人都给吓愣了 手机中频频发出奇怪声音 这件事情的背后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大白天出现了灵异事件 本期九州密使路 就带大家一起了解这个故事 故事还要从来自江苏扬州的徐大哥说起 2019年的时候 徐大哥正和家人一起吃饭 突然间放在口袋里的手机传来铃声 徐大哥也就顺势拿了出来 但瞅了一眼之后 立马大惊失色 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就连手上的筷子 响郎一下掉到了地上 手机上显示的名字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被火化的老丈的名字 徐大哥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将手机背对着自己 给大伙瞅瞅 顿时全家人坐在一起吃着热菜 汉毛还竟然树立了起来 一句话都不敢接 不是徐大哥看错了 打电话的就是他的老丈人 但徐大哥明明记得 之前给老丈人下葬的时候 他可是亲自将老丈人的骨灰和手机一同放了进去 并且周围还有不少人也都看着 正当徐大哥恍惚愣在原地的时候 饭桌上很快就有人传出 可能会是手机串线了 毕竟现在的大时代下 很多人都拥有一两个手机号码 也有可能是注销手机号后 又将这个号码售卖给了其他人 这么一讲 让徐大哥觉得甚是有道理 于是刚想接通电话的时候 对方却又挂了 在场的所有人也就开着玩笑 缓解下气氛 就都用拿起筷子吃饭了 徐大哥也顺手将手机放入了裤子口袋里 但没过一回 又传出了手机铃声和之前的声音一样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盯着徐大哥 颤颤巍巍的将口袋中的手机拿了出来后 却发现并没有显示 原来是另外一个人的手机响了 气氛尴尬至极 好巧不巧 那个人刚接听了电话 徐大哥手中的电话再次响起 手机屏幕上所显示的还是他的老丈人 壮大了胆子 徐大哥接通后 向对方一阵解释 接下来不仅徐大哥傻了 就连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对方传来的声音正是他老丈人的声音 起初徐大哥还不相信 认为是恶作剧 但对方却能够逐字逐句的将徐大哥的名字 乃至他的一些信息都能够讲出来 徐大哥的妻子在一旁听到了 情绪控制不住 突然泪流满面 抱着手机就开始叫爸爸 要是一定是爸爸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特地打电话来告诉他们 难不成真的是妻子所想的那样吗 岳父被火化几个小时后 下午竟给女婿打电话 一听吓坏全家 然而徐大哥的妻子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 对方却传来滋滋呜呜的声音 丝毫听不清 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 声音停止了 电话也挂断了 这样的情景让在场的人直冒冷汗 不由的让人想起一些传言 成人死后 飘荡的魂魄会想方设法将生前的遗愿告知在世的人 若是没有完成 就会受到骚扰 十分惊悚 想到这里的徐大哥 立马将电话拨了回去 欲想听清楚 老丈人也是将电话接通了 还没等徐大哥说出话来 就挂断了电话 这让徐大哥发现了疑点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将自己的电话给拿了出来 开始拨打电话 正如他所想的 每一个人都能够打通老丈人的手机号 难道这里的所有人都被老丈人给盯上了吗 死气沉沉氛围 突然间像是炸开了锅 开始沸腾起来 徐大哥仔细回想一下 老丈人的所有证件都注销了 就算是手机号注销后首卖 也没有这么快 起码还有一段时间的冷却期 突然间 徐大哥意识到会不会是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出现了失误 一众人火急火燎的感到后 经过查询还是没有结果 手机号并没有收卖 面对这样的事情发生 一众人还是相信托梦的说法 但是不知道老丈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愿望 给徐大哥一众人丑死了 为了获得老丈人谅解 纷纷动身到墓地祭拜一番 来到墓地后 眼前的景象让众人一惊 上午放入骨灰盒的时候 周围的祭品还摆放得好好的 而现在墓碑前却是杂乱无章 祭品散在地上 大家都认为老爷子发怒了 连忙跪下磕头认错 可就在此时 让徐大哥发现了一样 头磕在瓷砖上的声音总感觉不太对劲 打开一看 里面的骨灰盒和手机都消失不见了 所有的事情都指向老丈人的坟墓被别人倒了 徐大哥被气得脸色通红 妻子此时已经满怀泪水 在墓碑前大声嘶吼 到底是谁到了他父亲的火 岳父被火化几个小时后 下午竟给女婿打电话 一听吓坏全家 徐大哥二话不说 拿起手机就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警方对现场进行勘查过后 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认为这群犯罪分子并不是专业的盗墓人员 更像是临时起义 通过走访调查 询问周围的人和通过监控 让民警发现在墓园里 有两个陌生的可疑人员 经常在此的晃动 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盗墓人 并且监控上显示的两人都是徒步行走 并没有乘坐任何交通工具 经过思考过后 警方立马判断出 这两人很有可能就是附近周围的村民 推理出这个线索 警方回到局里面 就开始调查近几年有过案底的村民 将这些人的照片统一打印在一张纸上后 让村民们一一指认 经过多方的指认后 民警最终从纸上的十名人员中锁定了目标 很快就将两位嫌疑人带回了局里 可对于盗墓这件事 两人像是商量好的 共认不为 并且还指出了曾经从墓中盗窃出来的东西藏在哪里 这两人从狱中出来后 并没有谋得一事或是学相技能 而是一直待在家中 闲来无事 就会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并没有改正错误 因为当地有一个风俗习惯 就是上坟祭拜的人 通常会在骨灰盒下放上几百块钱 两人一直盯着徐大哥一家人 等他们离开后 就立马上前将值钱的东西统统拿走 看到手机之后 两人也是兴趣大发 想着吓吓死者家属 便接二连三的被徐大哥拨打电话 最终两人被警方以盗窃罪抓捕 在狱中采七个月的缝纫机进行改造 本期故事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那么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评论区留言讨论吧